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一贤惯 随着年龄增加年华老去 有时候会觉得不敢揽镜制造 不敢照镜子 看了这个人跟以前的我怎么差 越来越大的一个状况 另外还有体重计越来越本 不敢靠近 一蹭上去以后血压会飙高 其实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简讯 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身材 这个注意身材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要去什么 因为人家会看到你说 年龄有这么一点了 还是保持得这么好 其实跟健康息息相关 这个是男性 所以随着体重的一个增加 它的一个脂肪的一个堆积的一个位置 大概就是会在上升这个地方 比如说肩膀这个位置 背后这个位置 尤其是上腹部这个位置 是它最主要脂肪堆积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男性 所以男女真的是有差别 从这里脂肪堆积的差别 就可以得到很明显的例子 女性就不一样 这是离子型的身材 意思就是说反倒是下半身 包括骨盆大腿这个地方的一个脂肪的堆积 会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 腰部 臀部 这个大腿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比例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上 我们要去注意的就叫做腰臀比 腰臀比 大家可以自己量一下 皮尺量一下腰跟臀 做一个比 那什么样是我们的黄金目标呢 0.7 这要达到不是那么容易 除了我们要看男生90 女生80公分 这一部分的一个数据以外 腰臀比 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数据 大部分的人都是腰粗得很 臀部也胖得很 但是在相对的比较之下 还是腰的比例会占得比较大 所以这个比例上 并不会去呈现健康的未来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健康 就是要透过这个细微的 这些数字的一个管理 自我的提醒 血压 血糖 这个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的一个量 都是我们随时要注意的一件事情